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脸就绿了但是番茄真正的营养有那些好处可能就不是很清楚了因此本篇要来介绍番茄有哪些营养抗癌成其过去四个单元介绍的水果本篇的番茄一样具备抗氧化的营养素 番茄三大营养素 茄红素 维生素 膳食纤维 番茄炒蛋 番茄沙拉 番茄汁 番茄蔬菜汤 乃至近年相当火红的番茄饭我们生活中充斥住各式各样的番茄料理到底其有何魅力 可以掳获众人的味蕾 除了爽脆多汁和独特的滋味之外 更让人赞叹的还是其对健康的好处其中茄红素是一种植化素抗氧化力强可以改善心血管疾病 亦有防癌和抗癌的效果尤其是对抗前列腺癌的效果特别显著维生素斯也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有助清除体内自由基 预防老化许多女性吃番茄的目的便在于养颜美容而膳食纤维除了可以保健肠道还能帮助控制血糖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肚子饿的时候 吃一颗大番茄当点心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下集继续介绍番茄 比较大小番茄差别 比较大小番茄川